二五戰爭即將滿八個月了 但是民調顯示 烏克蘭人似乎越挫越勇 詳情交給姓宜 不過戰爭遲遲還看不到終點 但是現在就有民調指出 烏克蘭人其實相當的團結一心 因為現在根據最新的民調 是表示說有七成的民眾 是決定要奮戰 一直到獲勝的那一天 那現在根據最新的民調 是顯示出 這下民調其實是在九月初進行的 那當時正值烏克蘭人大反攻的期間 所以我們再進一步來看 這個民調的一些詳細結果 也就是說其實有超過九成的民眾 是認為說要奪回全部的領土 包含2014年的克里尼亞半島 這樣子才算是獲勝 那再以各個地區來看 其實像是基輔地區 跟烏克蘭西部的地區 則是都是超過八成的民眾 強烈支持要奮戰 直到獲勝的那一天 只是在這個前線地區 一些像是烏東以及烏南地區 則是分別只有56%跟58%的民眾 認為說要奮戰直到獲勝 但是同樣是說 其實有超過26%的民眾認為 政府應該要趕快訂出停戰協議 才能夠盡快讓戰爭看到終點 而現在俄羅斯要藉由鐵路 運輸新的部隊抵達白俄羅斯邊緣 那麼對戰局會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繼續交給信一 俄羅斯出兵侵略烏克蘭呢 現在看起來又有更多的細節喔 因為呢現在傳出呢 有9000多名士兵跟軍備呢 是抵達了白俄羅斯 其實這個是一段呢 在推特上面公布的影片 就是說俄軍的增援 是透過鐵路運輸來進行 那主要呢是包含了 像是170輛戰車 還有這個多達9000名的士兵 另外還有兩百多輛的戰鬥車輛 跟這個一百多門的火炮 看起來呢是相當多的軍員喔 那其實呢這個白俄羅斯啊 針對這樣子的軍事活動呢 卻是給出了一個相當荒謬的解釋 他們就是說呢主要是因為北約 在北邊境的地方部署軍隊 另外呢還有白俄的激進份子啊 讓這個國家安全受到威脅 所以才會有這樣子部署的舉動 只是其實我們也可以看到呢 俄羅斯的軍員啊目前是在這個 白俄羅斯邊境的地方部署 主要呢也是希望可能可以要來抵抗 烏克蘭還有西方國家 而俄羅斯從烏克蘭併吞了四個州 克里姆林宮表示 這些領土是他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更多分析繼續交給欣宜 好我們知道俄羅斯總統普清呢 在上個月是單方面的 說要吞併烏克蘭的四個州 但現在這四個州呢 都還沒有在俄軍完全的掌握之下 現在啊這根據外媒路透報導 就是有問這個俄羅斯方說 那這四個地區呢 是不是會在俄羅斯的保護傘之下呢 現在呢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啊 佩斯科夫哈就說呢 從烏克蘭奪取的這四個州領土呢 其實已經是俄羅斯不可分割的部分 也受到核武器的保護 安全層級呢是等同於其他領土 因為我們知道呢 其實最近啊這個普清是不是會使用核武 來攻擊烏克蘭的傳言 盛銷成上當然呢美國總統拜登他也點出了 他說普清的核威脅其實讓世界是比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 還要更危險更接近所謂的世界末日 因此我們也知道說啊這個普清的這個核威脅 其實讓各國呢都是膽戰心驚也是密切來監控